这个时候很多人喝点甜食 或者吃点朱古力来干压 有痰 痰会在喉咙 戴着口罩 有时候喉咙会咳咳 不是有病之下 你可以煮一些潤肺和潤喉的汤水喝 今次介绍鱷鱷鱼汤 就是可以咳咳化痰 但如果你有病都不要 只是喝鱷鱷鱷煮穿杯 就以为可以治病 这个只是用作用而已 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 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一至两秒的时间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妈妈厨房 这些就是曬干了的鱷肉 作用就是 化痰止咳 以泰国是最优质的 香港有条例 是586章 是保护贫临冻植物条例 所以买鱷鱷肉 无论你是新鲜急冻 或者是肝 你都要有牌照的地方买 政府特去经营的 正宗鱷鱷肉 这些鱷鱷肉 是最优秀的 村贝有很多种 你买的时候 也要小心 而且要看价钱 这个一等贝 价钱不便宜的 有些店鱷的碎贝 你也可以买一些碎贝 作用一样 但是碎贝来说 就不担保你里面 是一种村贝 因为碎贝 那你什么都拌下去 不买给你的 不要想着 以经济的价钱 买到一等的村贝 不要这样想 南杏就有润肺的作用 有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是南北杏 为什么只是用南杏呢 我们通常 在广东汤水来说 就是南北杏 很多人都以为 南北杏煲汤 有些地方可以用南北杏 北杏本身是有毒的 多数都是 中医师开的药材里面 就有北杏 这次因为这个润肺的汤水 我只是用南杏 北杏是没有用的 所以不是说一律都是用 南杏就黏着北杏 不是的 我会用姜 来披披肉的味道 以什么来配搭 我不是用骨 因为骨太浓的杯汤 所以我就是用清清的 就是用猪尖肉 我们经常说 村贝皮帕糕 村贝蒸雪梨 村贝各个都知道是什么 没有人不识的 没有人不识 这个叫做虫贝 包着很漂亮 好像嘴唇一样 坐着都很稳 看到吗 这个就是平贝 有个刀 这是尾部 我反转给你看看 头是怎样的 这个头 这个就是价钱最贵的 叫做珍珠背 很小粒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和上面那些 这个都是背 但是是折背 都是E-cut 和散结 所以有链包 或者有链包 都有作用的 是软角 它是一粒里面 切开一片片的 看到切开一片片的 这个是中间来的 这个头尾 这个尾 这样过的 圆谷的 很少人不买来 说炖冰糖 炖什么的 多数都是用穿背来炖的 是不是个个都适合 喝穿背呢 不是说 每个都可以喝穿背的 最重要是搞清这种 不要以为我喝穿背 为什么还会吃穿背 那不是这种 完全不同的 要问埋医师 你当时的穿 是什么穿 适不适合喝穿背 现在就开始 煮的程序了 稍微煮 cuent 绿浓� uh鱷鱼肉 我向切硫鱷 精硫 是 煮鱷鱼肉 一 coron 就是豬卷肉一起过水 分开做给大家看 如果你不想分开那么多次 那你一次过做 洗一洗鱼鱼 买一小的豬卷肉是用不完的 用了三分二 加水在煲中 冻水落川湖 南香 鱼肉 大早过上时也有股肉味 碎也放在一起 不要浪费 下鱼肉 让它弄香 起码要煲两个钟 很香 煲好的奶油 鱼肉 像奶水色 又像饭水色 鱼肉 很快 全部煲得透明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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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很多很值钱的皮鱼甲 有首歌叫做《鱷鱼类》 为什么鱷鱼会流泪? 盛鱼的来源就说 从前的人认为鱷鱼在吞食那些猎物的时候 就会流下一个假猩猩的眼泪 事实就是当它离开水的时间歌唱 眼睛很干 于是它的泪线就会分泌眼泪 来润滑它的眼球 别人看到它以为它在哭着 还有证据说 鱷鱼在进食的时候 都会发生相同的现象 所以你不要被鱷鱼类鱼欺骗你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的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